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给大家讲吧 楚国的封锁学惯跟中原是不同的 所以楚国一直跟中原很多人对着干 你看 楚地的人只要当领导人的话 他是非常都有红色的旗子 只要湖南湖北的人当领导人 他一定有红旗 他喜欢红色 这个具体的大家想吧 上族 楚地的主印比右印要大 假如中原的话 除了一个右城乡 左城乡哪个大 我告诉你 中原的是右比左大 比方说右四郎 左四郎 比方说明朝的时候 右四郎 左四郎哪个大 右大 左小 但是楚地的封锁呢 左影跟游影哪个大 左大 还有是上东 东呢它就朝向朝东的 这是最大 作息朝东的最大 你看楚人的坟墓 大家有没有看过一部书 一部电影叫《红污水浪打浪》 看过没有 大概六七十年代的人都看过 现在也不太看了 一部电影的老片 它里面有句唱词 就是说 我死了 请妈妈把我的坟墓 把儿的坟墓朝东方 这个就是土地的封锁 土地的封锁 土地的坟墓挖出来 朝东的 不朝东的 不朝东的 大家注意 这个中原跟不同 所以我估计这个中学里的老师 跟你们讲这一段 肯定讲得清楚 肯定讲得清楚 是不是 所以我们一篇课文 大学里学跟中学里不同 中学里怎么学 小学怎么学 大学怎么学 不一样的 比方说我们讲人语 人语里面第一句话就是 学耳识写字 不也越乎 是吧 我们每个人都会背诵 学耳识写字 这个写什么意思 小学里就告诉你 温学功课 佛学功课 对呀 这没什么错 小学生每天老师上课上 晚上回去功课 背着老师背书背书背书 这个就对的 但是你中学里也可以这样子讲 也背书背书背书 对的 但是你到了大学里 甚至到了研究生界的 你还这样子讲 你就错了 为什么 你从文字学这个角度里讲 学耳识写字这个写 写怎么写 写怎么写 要写文底字 上面是羽毛 下面是一个热 天天用羽毛来练习 你到研究生阶段讲 学耳识写字 不也越乎 你不能够这样子讲 你要讲什么呢 要讲 学习跟实际要相结合 自行合业 自行合业 讲这样子一个道理 讲这样一个道理 为什么 你想我带研究生 我带硕子生 我带博士生 经常叫他们做点课题 做课题有时候很艰苦的事情 就像你天天用羽毛来练一样 做得很苦 敏思苦说 我的博士生跟我讲 林老师最知道的博士生真苦 我说就不要苦 但是现在出去的工作上 一个一个都是抢手 我给他们就讲人语的第一句话 学耳识写字 不也越乎 孔夫子讲一个什么道理 自行合业的问题 你天天去练 你会感到很辛苦 但是你要把它当成一件快乐的事情 你要把它当成一件快乐的事情 所以小学生讲课 中学生讲课 大学生讲课 有时候会有点不同 否则老师千边一类的 你们学不到东西 是不是 好 我们下面讲课本 好不好 我曾经看过一个很大的墓 这个叫什么墓呢 水河的墓 也叫深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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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名字叫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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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大家不要看一是最大的一个数字 一就是这个一 就是这个一 一样的 你不要看看这个字 这个是最大的 一生二二生三 和一生无穷的数字 这是最大 深吼也就是水河 他们据说是水河 我也没深入研究过 他们介绍 就是水河 一个叫水河 这个国家是寄信的国家 它在楚国的领土之类 四面全是楚地 就是中间一个水河 封建社会里面非常有趣的 楚国我们大家知道是姓熊的 楚人是姓熊的 那么水河呢 他是跟天字同性的寄信国 他派了一个寄信国 插在你中间 每天都监视你 这个水河是一个小国 但是死了以后 他的盔墓的盔墓非常大 他是1974年的时候 挖一个军事工程的时候发现的 发现了这个墓很完整 没有人捣过 这里面呢 最大的一个厅 我进去看过 大厅两层楼那么高很大的 里面放了一套非常完整的边钟 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最大的一套边钟 就这里面发现 非常大 像是大历堂那么大 中间边钟 大家想想看 哪个房子是 哪个墓设是他主人的埋葬的地方 这里东头 这里放着主人的大棺材 棺材一层一层套起来 很大的一个棺材 保存得非常完整 这棺材很有趣的 棺材的下面还有一个小门的 小门边上放了一只凤凰 主人灵魂还可以出来 起着一只鸟 凤凰的鸟可以飞出去游览 这里放着什么 这里放着宝贝 这里放着宝贝 精英财宝什么东西 殉葬品 陪葬品都放在这儿 陪葬品 这里放着什么 这里放了19个棺材 19个殉葬的棺材 其中18个是大概是16岁到18岁的小姑娘的棺材 我估计就是这群编中的演奏员和跳舞的演奏员 还有一个棺材是一条小狗 它是宠物狗 这保存得非常完整 保存得非常完整 但是你要注意 它的棺材就放在这儿了 棺材就放在这儿了 它放在东向的 按照我们系列中央的习惯 你肯定放在最安全的地方 它不这样子 它认为东方是朝着太阳 太阳出来的地方 所以楚人的风俗习惯不同 楚人的风俗习惯不同 好 这就是擦缺吧 下面我们讲 讲一篇那个 《项羽本记》好不好 《项羽本记》 《项羽》这下相人也自愚 初启司年二十四 其继父向梁 梁父及楚将相宴 为秦将王剑所奴者曰 相室 逝世为楚将 封于相故曰相寺 《项羽》这个人 他什么地方人 字什么 他后代都是以字名的 所以叫相宇 但注意大家 他的本记 大家看到没有 这个司马迁呢 是要有勇敢的精神的 当然他也没什么关系 为什么呢 刘邦后来把相宇杀掉了以后 封他为鲁公 也是礼仗的 所以司马迁呢 他也不完全违背汉朝的法律 给他立个本记啊 看起来 胆子大一点 但是还可以 没有约过规矩 相宇杀斯学书不成 去学见又不成 相良怒子 即曰 数罪记 信明信而已 见一人跌 不只做学 学万人跌 我们从这里就可以看得出来 相宇这个人呢 日后是必定失败 为什么呢 不得书 没有字实 凭一夫子勇 去打仗 他学书不成 去学见 那么见说呢 学得经不经呢 也不经 不经 那么 相良子非常生气的 相亲说 书 就写些字 我只要名字会写就行了 不便 去学 那么见呢 我也不许 为什么不许呢 见说自己一个人一个人打 没什么了不得 我要学什么呢 我要学兵法 学万人跌 我要指挥千军万马作战 那么相良呢 就叫相亲兵法 接大喜 相亲呢 大喜 但是呢 有没有学透呢 大家看看 日子起义 又不肯进去 稍微学一点 又不学了 这个事情 这个宝贝是真有意思 那么下面讲一个例子 就是相良 尚有岳阳队 乃请 岳传 曹丘 书底岳阳 约传 司马兴 已故事得已 这里讲了一个什么事情呢 讲了相良呢 他是逃亡的 为什么逃亡 他曾经犯过一个案子 案子 他在岳阳这个地方呢 犯过一个案子 那么他请了齐这个地方的一个管公安的人 叫名字叫曹旧 他们写封信给岳阳这个地方的公安的 叫司马兴 已故 因为这个原因 把那个通缉令把它取消掉了 他本来是上网的 因为我们今天说上网被通缉的一个罪犯 他犯了一个案子 这里面呢 但是司马兴的用别 他是非常简略的 用十几个字就讲了 相良这个人呢 也是不受规矩的一个人 他跟秦国的法律经常有抵触 那么相良杀人 后来又杀人 后来又杀人 他与相亲呢 避扯于吾中 他 你想想看 秦死亡统一天下以后 他跟这个秦政权 他是对着干的 所以他还杀人 那么吾中 吾中就是我们胡州到苏州这一带地方 就是我们这一带 就是我们在江南北部跟江苏南部这一带 他就在这个地方 就是吾县这个地方 那么吾中的贤寺大夫 借垂相良下 相良这个人本身很大 就当地威信很高啊 他们都愿意投奔相良 那么每次吾中 假如有很大的谣略 甚至于谁家里有什么丧事 那么相良都常常的作为主办 主办的时候 相良呢 因为是个军事家 他常常以兵法 布了兵客及子弟 用这个办法来考察 他的手下的人 哪个人能力强 哪个人能力不强 秦始皇帝 由愧即渡浙江 梁雨节俱关 秦始皇啊 他统一了天下以后 也很辛苦的 他经常地过地去四川 四川 四川 他也倒过我们浙江 前唐江 倒过我们这一代四川 先前的时候 杭州还没有成气候了 我们浙江的中心 我已经给大家讲过了 是绍兴 愧计 愧计 所以愧计是个古城啊 它由于王国建的故事 有很多故事 杭州这个地方啊 从唐朝以后可以死 唐朝以后可以死 到宋朝的时候更不得了 宋朝的时候 那个时候杭州已经少渡了 尤其南宋 对吧 所以杭州的历史 还不如绍兴来的九月 那个时候叫秦唐吧 那么 秦始皇 由愧即渡浙江的时候呢 向梁与向这两个都去看 我们今天渡浙江很快啊 浙江就是前唐江啊 前唐江我们那个 王义生造的大桥 最后的一桥 现在好像有前唐江 一桥 二桥 三桥 四桥 五桥 六桥 还有七桥 八桥了好像多了 现在很方便了 我们两分钟就过去了 是不是 但是古人渡前唐江 是一件很艰难的事情 那么很多人都去看 秦始皇那么多车辆 那么多人 对不对 我估计渡个前唐江恐怕要很长时间 很长时间 所以大家都去看 看热闹 看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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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大家都去看 大家都去看 那么相机看了以后是怎么说呢 逼口取而对 他说这个人呢 我可以取代他 向梁马上把他嘴巴掩住 他说 吾 亡眼 嘴 你千万不要讲这种话 你这一讲的话 你是要被撒头的 你要被民族的 但是向梁从此啊 非常看好这个相遇 他认为他这个人有自相 那么相遇这个人怎么高呢 他身长八车语 你能康顶 才其故人 谁无中子弟建议 但吉 相遇这个人啊 八车都高 大家注意啊 我们现在都三公爷爷这样子 动不动 关羽也升高八车 某某人升高八车 诸葛亮也升高八车 这个八车 我估计 那个时候车子啊 我们的一个解释就是 车子比现在要短一点 短一点 你说 按照现在的八车就是2米6啊 每个人都2米6那么高 没有那么高 是不是啊 不可能的 上次包子上登了一下 说诸葛亮怎么高 诸葛亮啊什么 我觉得没有的 唯一的一个解释就是 古代的车子比我们今天要短一点 短一点 秦二是年年七月 陈瑟等其大得种 其九月 葵季手 通 为梁月 江西戒返 此夜 天王秦子时夜 吾文先家之人 后继为人所致 吾月发兵 是公解完祖将 陈瑟我们大家知道 对大得乡起义了 那一年九月的时候 签约起义 过了两个月 啊 这个 愧计的太守啊 名字叫 殷通 他也找了一个向梁 啊 我刚才已经讲过了 这个 吾中就是我们现在 杭佳湖这一带地方 吾县就是我们 杭佳湖这一带 湖州嘛 啊 所以也属于我们绍兴 愧计管的 都属于愧计郡 啊 他说江西戒凡 这个江西呢 是钱当江 钱当江的熄灭 啊 都已经造反了 这个是天王秦的时候 我呢 要先发智人 我现在准备呢 也反叛秦朝 我做领袖 那么你呢 跟王秦两个人呢 做将军 向梁这个人 哪里肯做人家下面的人啊 你想想看 他说 他说 死是万处王者之中 啊 良悦 万处王人目之其处 得及之字 良乃处借其 实践去外带 他说万处这个人啊 逃走了 王就是逃走了 逃走了 逃走了 人家都不知道他的什么地方 那么项羽知道他的什么地方 我们把项羽叫进来啊 可以叫项羽去把他找来 这个殷通这个人啊 今天看起来也是比较有诡计的 比较有心机的 他带们的叫项羽 一个人带兵就行了 他要叫两个人的 我们大家都知道 两个人呢 容易控制 是不是啊 一边玩处 一边向梁 这个殷通呢 就可以居中可以 制造一些矛盾了 让他们两个呢 都服从他 你假如可能叫项羽一个人带 可能还好一点 叫两个人带就闹出矛盾了 所以项羽呢 就想起来要把这个殷通撒掉 他叫项羽 拿了个戒子在外面等 良佛若于首座 约请召结 使寿命召完处 守云罗 良召结若 须于良训结可行矣 于是结罪八戒咱手头 项羽把项羽叫进来 这个 他说你看我眼色形式 这个项羽看看项羽是可以了 现在警卫员都不在 到一见就把项羽 殷通撒掉了 因为项羽这个人力气是很大 项羽就拿了这个太守的头 培起应寿 你看 门下大惊扰乱 门下 他手下阴通是愧疾太守 他手下多少警卫队了 你说对吧 大家都起来 项羽一个人进去 杀了数十百人 把他警卫员杀到一趟糊涂 一腹中借其佛目甘其 良招顾力所知豪力 寓以所谓其大事 醉其五种兵 私人收下谢 下面所有愧疾的谢都把它收起来 得到精兵八千人 把各地的地方部队都召集起来 一共有精兵八千人 良不许无中的豪迹那位 教卫 侯 司马 哪个人当林长 哪个人当银长 哪个人当团长 他都不足下去 有一个人没有得到用 没有任用 他没有拿到官 自言于项羽 他去找项羽 为什么不让我做官呢 项羽怎么说 他说 以前我曾经叫你主持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呢 主持某功的 叫你主某事 你不能够办 因此我呢 不用你 重来皆佛 大家佛下来了 原来下来以前叫我们办事 办到了小事的时候 就注意我们的能力了 于是两尾愧疾手 结尾逼降训下谢 就是 啤匠 什么叫啤匠 我们今天还有一句话 叫三个臭啤匠 顶个诸葛亮 今天我们把啤匠 容易写成那个修啤鞋的那个啤匠 实际上三个臭B匠 顶个诸葛亮 B匠就是太水下面的将军 所以三个臭啤匠 就三个臭B匠 这样子写的 这样子写的 否则这个成语就讲不通了 啤匠跟诸葛亮 诸葛亮也不修啤匠 对不对 就是说 那三个将军合起来 还比不过一个诸葛亮 这个意思 下面再讲人了 大家看看 广陵人招品 于是为陈王殉广陵未能下 闻陈王败走秦宾又妾子 那渡江交陈王命 拜梁伟楚王丧祝果约 江东已定 既引兵息之情 向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息 闻陈阴以下东阳 死死亦与联合俱悉 陈阴者 古东阳令死居县中 苏信井称为长者 这里面呢 天下已经大乱了 大乱了 广陵人 广陵就是我们今天扬州啊 有个人叫名字叫招品 招品呢 那个时候针对陈圣王的手下呢 去为陈圣来做事情 他去叫广陵这个地方啊 投降陈圣 但是那个地方不听他的话 那么后来他马上就听说陈圣已经败走了 秦宾又准备到了 他就马上渡过秦宾将啊 假造了陈圣王的一道命令 命令怎么说呢 被向梁为楚国的楚王上祝国 上祝国就相当于在相 地位很高的 并且告诉他你现在江东已定 你马上引兵呢 西面呢到秦国去 向梁呢就八千人渡江西 这里讲了很多的故事 很多的故事 大家注意 大家看看 看看大家回去啊 如果《死记》里面找到高度本纪的话 还可以看一个事情 秦二十年年七月的时候陈圣起兵 九月的时候向梁起兵 大家去看看 刘邦什么时候起兵的 我能不能问大家一个问题 很多人都觉得刘邦起兵 比向梁要辞 实际上不是这样子的 你去看看 司马迁的《死记》里面 充满了一种感情 实际上刘邦起变得很早的 好吧 今天我们先下课